今天要分享的這道菜 叫做咖哩鮮蝦粉絲堡 為什麼特地要介紹這道菜呢 因為這道菜其他的做法大家都知道 它要帶蝦殼下去炸 炸到它整個腮幫子要脹開之後 那個蝦才有味道 那個整個堡才有蝦味 但是在家裡面你炸蝦煮食不方便 我有一個不同的方法 一樣可以吃到蝦的香氣 香的甜度 但是沒有那麼複雜 而且很方便 大家參考看看 所以說我會喝呢 就會喝到很正常, 是的,我可以喝到 所以說我會喝不到 瘨子 你看的時候 然後再喝聲 看下去 ,然後再喝點香氣 然後再喝點香氣 先喝點香氣 三樓 後,再喝點香氣 然後再喝點香氣 然後再喝點香氣 一口,慢喝點香氣 太喝點香氣 蘊瑪水 倒入荊博 在英雄上搓入 黏糊 盐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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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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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